節目開始 上菜啦 記得訂閱 11點熱炒店YouTube頻道 潘老師基本上 他以前是職業軍人 所以幾乎什麼事都要聽他的 然後他騎車道 他都喜歡挑那個時間是 套中島的時候 我也有一個時間的 他約到 其實我們是K 老人家去曬太陽 對 等一下 有一次就是我爸爸 有一個外地的朋友來 就跟他說 阿伯 我真的很需要你的業績 然後他就是二話不說 就給他辦了十個 十個門號 重點是那個年 當山上根本沒有收訊 你跟我辦十個門號幹嘛 我爸爸要去做告解 然後他就在神父面前 神父 我想說 我好醉 我太醉了 我跟你講 客家人有目標 一定會做到 他在三年之內 學會西班牙文 學會西班牙舞蹈 交由西班牙女朋友 要當兵的那一天 台灣政府派他去南美洲 T-DA-E 國家T-DA-E 厲害 很厲害 很勵勁 很勵勁 洗臉 熱炒店最糟糕 不嗆不辣 不上桌 美國是民族的大熔爐 台灣不大 但卻也是民族的小熔 因為美國各個不同人種 台灣是各個不同的族群 隨便講我們的原住民 客家族群 當年隨著國民黨政府 來台灣的外省族群 在台灣幾百年的 閩南的台灣族群 所以其實組成分子也非常多 近幾年來還加上什麼 對 越南 泰國的新住民 是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好 我們先來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美玲 阿賴雅 妳好 大家好 我是Diane 是你 特加第一美女 來賓們 阿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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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賴 周江中 這個大家在幹嘛的 對 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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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民 中民 左手邊是我們剛成立不久的團體 對 吳露獸 他吳露獸 吳露獸 馬力歐 好 一棒二手一棒台灣 一棒 潘若迪 永遠的老兵 浮露獸 我們要是浮露獸 對 整族群 好 客家一哥 同山後退吧 好 好彎點錢 上海那邊更生人家 好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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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一哥為什麼會變成3第五 好彎 好彎 我沒有揉住 你們會不會成為最快成立阿爺 最快單飛 沒有 還沒有成立 實不相忙 原來如此 好彎 我們言歸正傳 是 言歸正傳 我們對不同的族群都有一個 刻板印象 所以我強調刻板印象就是說 那不見得是真的 對 刻板 那至少有 傳了傳去傳了傳去很多時候 是以而傳而 比方說講到客家人 就一定說什麼 客家人勤儉 對 男性 就是硬頸頸頸頸頸 對 大概就是帥 沒有 沒有 是妳有想法 就是 客家女人就是任饒任樂 對 然後真的 娶客家女人一切都很好 對 嫁給客家男人 一切要小心 為什麼 為什麼要小心 客家男人比較大男人一點 要聽他講話 這是真的 但是客家男人疼老婆 你問小鐘哥 客家男人真的很疼老婆 你看我們所有的客家男人 其實錢幾乎都放老婆那邊 真的 就是真的 鐘哥 你沒有結婚 你會放疼老婆 誰這樣 你只會把人家弄疼 不是 我是 以前的時候跟我交往的女朋友 我都對她很大發 很疼 這一點是 為什麼她很單身 為什麼還單身 就是 就是弄太疼了 太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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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到人家會怕 真的 然後講到原住民不得了了 原住民對台灣兩大 無法取代的貢獻 1 棒球 2 流行音樂 對 台灣的流行音樂 沒有原住民的話 幾乎等於0 對 我講這個很正確吧 真的 阿布 是 妳是 阿布 不是 我只是個啦啦隊 沒有啦啦隊 千萬不要講你只是個啦啦隊 對 近五年 啦啦隊撐起台灣演藝圈的半邊 真的 大家在討論就是啦啦隊 啦啦隊之前走網紅 網紅之前走名模 你看現在誰還在講名模 現在都在講名模 都在講啦啦隊 全部 對啊 不過我們一個歡笑聲中 一直有人悶悶不樂 賈斯丁 你到底是在幹嘛 對 不是禮物嗎 沒有什麼分享要提供給我們 對 我是說賈斯丁 你就出來打破 你就對了 你是有研究不同的 我研究最久的 應該就算是台灣的族人 特別是阿梅族 有 他真的很認真 他有關聯 他有關聯 真的假的 真的 最近在挑戰客家文化這一塊 對 真的 你為了挑戰客家文化特別去 教了一個 教了一個 客家妹 他剛剛 本來以為是這樣 但現在是換我再教他 真的 真的 你疼他嗎 我還硬幫你掰了一個理由 你不謝謝我 控告費分我一半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怎麼可以坐在這裡 是不是 你怎麼可以坐在這裡 是不是 台灣社會可愛就是說 不同族群大家都可以 很融洽地相處 但是相處當中也會 有一些差異 慢慢地察覺到 不同族群有一個差異在 對 我們就先從鐘哥開始 來 鐘哥先開靠 你控訴的是 我控訴的是 外省的 潘老師 外省的 不是所有的外省人 是這個外省人 你是控訴潘老師 對 愛面子 因為我怕被網路上 你是安徽對不對 我是福北的肯妮 肯妮 現在肯妮 現在肯妮 對 愛面子又 愛面子又習命 他怎麼說 切這紙 我們大家 我跟他還有馬力歐還有大根 我們去花蓮玩 然後我們到一個溪 那個溪 那個水很乾淨 而且很漂亮 密集 然後我們去那邊 那個水非常清澈 大家就想說 可以在那邊游泳 很舒服 然後我跟大根就開始游 然後馬力歐因為他很怕水 他就在底下 稍微泡個水在那邊 他還拿那個毛巾掛在這邊 放在那邊 泡腳 然後我就說潘老師 因為潘老師他基本上 他跟我講他是水中角樓 他以為是海軍陸戰隊的 對 他專門在海裡 海裡就是水裡來水裡去 他說他是浪裡白條 對 外號叫水鬼 對 他跟你一樣 你不是也會游泳飛魚 你怎麼都不跟他們去 飛魚 真的是 他怎麼不跟你去 對 他騎不來 他有去過 游過 他游到好像 游到來雨還流到哪裡 對 後來就沒有回來 七天之後好像在基隆外海發現 有 有 沒有 我跟你講 首先我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影片 來 這個水到底有多漂亮 多漂亮 來看一下 密境 水真的很淺 很淺 很漂亮 在哪裡 花蓮 好乾淨的水 花蓮 很像國外對不對 特色 對一般觀光客不知道 不知道 密境 因為要到的地方還要再走 往裡走要半個多鐘頭 對 那個水是直接讓你 杯子拿起來就可以喝得 是甜的 甘甜的水 誰找的 潘老師找的 好厲害 我們在地的一個友人 友人 對 帶著我們去的 然後去了之後 我想說這麼太棒 大家要游泳 當然一定要 那是他真的不敢游 潘老師 那個水很淺 很淺 我跟大根就游過去 潘老師一起來 他說不行 我說為什麼不行 你不是很愛游泳嗎 他說他不想要 我跟你講 水中角龍 雖然是水中角龍 但是我是一個負責任的男人 就是我要來玩之前 瑪莉歐的老婆特別叮嚀我 有交代 瑪莉歐犯了水技 沒有 我就是說 他犯了什麼水技 命格裡面他犯水 對 他說命格裡面犯水 他說可能會 可能會發生意外 所以我必須要顧著瑪莉歐 我要在他旁邊盯著他 怕他萬一被水捲走或幹嘛 你可以去救他 對 問題是讓水子 到這個地方秀他來賭嗎 你說我不擔心他嗎 你真的假的 潘老師 潘老師把他盯成什麼樣子 知道嗎 瑪莉歐要去尿尿說說 不要去 放水技 沒有 其實 那一天 沒有 我還原 你還原 你聽我講完 後來 我游完回來 我第二次再揪他 潘老師裡面真的太漂亮 太漂亮 游進去 好 不行 不行 我要顧好瑪莉歐 我千萬我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會對不起他老婆 萬一那瑪莉歐有個三長兩短的話 真的不行 真的 然後潘老師說 不用 算了 我在這裡 我就說 那我們就一起坐在水面 水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坐那邊 他就這樣子 他還拿著毛巾 粉紅色的 然後就算了 後來我們第三天 最後一天我們去鯉魚潭 對 有人就說 我招待各位 我們坐快艇 我說 還要坐快艇 他說對 就坐了快艇 然後 我就坐前面 潘老師在後面這樣抓 後來我就轉了說 老師你好像 比較不喜歡玩水和活動 發火 潘老師說 潘老師說 我會暈船 老沈知道 我問他 然後潘老師說 屁 潘真的是 邀我們去坐遊艇 對 那個遊艇的主人是誰 你知道嗎 誰 就是幫他搞落底百的鴨魚 手牙醫師的 私人遊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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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米 我不大想去 因為我對那個覺得無感 他說你一定要來 你不用怕 你一定是怕暈船對不對 被他這話激怒了 就帶著老婆小孩都上遊艇 不到10分鐘 就通氣中口 一種腐敗的那種酸臭味 誰啊 潘老師 才10分鐘 他吐得可兇了 一樣 就是新加坡那個吳韋師 是嗎 真的 可以 平衡感好的人 跳舞的 我幾乎十五認識 所有會跳舞的人都會暈船 真的嗎 你的體感 對 平衡感 就表現有一點點我會暈 因為水太冰了 這個照片是什麼 可是這幹嘛 這個我跟你講 這就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因為他洗澡太熱被燙到 你們問題怎麼那麼多 沒有 不是很好說嗎 因為他犯水技嗎 潘老師基本上 他以前是職業軍人 職業軍人 所以幾乎什麼事都要聽他的 對 就以他為主就對了 然後他騎車到 他都喜歡挑那個時間是幾點 你知道嗎 泡中島的時候 對不起 那是因為你起得晚 對 我起得晚 對 問題 你也不可能早上8點去騎也是 我們可以 所以你不行 對 我們睡到幾點 我們12點鐘 不是 睡覺 第二天早上8點你也該醒來的 對 我們每天 你睡幾個小時 他每天都睡過中午的人 等一下 你睡那麼久 每個人生活習慣不一樣 不是 我半夜2點才睡 他們是一大早就睡的人 10點就睡 他早上7點就去公園的人 很常 每天都7點去公園走的人 這種老人 我2點才睡 我怎麼可以配合他7點 我們就說 那我們就不要那麼早 我說我們騎傍晚的 4 5點 他都不騎 他也不要 他貼貼要套點鐘 12點 現在的溫度是差不多36度 體感溫度已經超過40度 你這樣講 我想起來 因為他每次約都想約那種 剛好中午12點 對 日正當中那一種 對 因為他平常 看他的皮膚那麼幼黑 他平常就是要 用那個時間去曬太陽 你要小心 不要曬太多會有那個 我們等說去 我有一個時間的 等於他約到時間 我們是陪老人家去曬太陽 對 等一下 真的 我跟你講 我真的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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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3歌是怎麼回事 對 趕快 我跟你講 譬如說我們隔天要 我們去花蓮玩 我們是 就是騎腳踏車 我們要還整個花蓮的祕境 對 然後我們前一天晚上吃飯的時候 說 隔天就是10點 導遊來接我們 我說我們就10點樓下集合 我就在睡一睡 突然樓下就 我會想買一些 好吧 一切氣 我會想買一些 所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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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忽然感覺你們 很像以前那個原野山在唱 我是這樣子 先把他跑故事講完 看背後鬼叫的影片 就是我們十點要樓下集合 他差不多8點50就要直接下吵 8點15 8點15就開始吵了 吵到一個很可怕的境界 他是雞 我還唱很好聽 看聽 來 聽一下 聽 有影片 叫大家起床 對 好可怕 顏智玲在唱歌 還有回音 他就一大掌 他樓梯間 毛浮悚然 他在樓梯間都回誰好可怕 這歌聲當中透露著冤情 冰箱的韭菜 都拿出來擺 你怎麼搞的 你這個會嚇人 嚇人 好像在超度亡魂 因為 不是 你真的很像超度亡魂 因為他小鐘住2樓 然後瑪莉歐住3樓 我住4樓 所以我最上面的時候 全部門都關著 早上8點50要集合了 我就想說我8點10 10點 你8點15就要變長 我8點50 他應該 因為他跟我兩個是習慣性 我們都騎得著 所以我就在那邊叫他們 沒有人理我去看他用唱的 他用唱的 我用唱的 可是我唱得還滿好聽 你不覺得嗎 就是有一種淒涼的 沒有 他那個是 你感覺好像在幫自己動行 我都在超度 他老師要控訴小鐘哥 一直挨打來換你控訴 來 好 自己第一 自己護 怎麼說 因為 其實你看 我跟小鐘認識這麼多年 他生活好個人沒錯 可是你知道 好朋友是這樣 好朋友當一塊肉痛的時候 另外一顆肉也應該會痛 分享 對 我那天剛好去從澎湖做完的活動回來 對 小鐘跟我兩個 你也知道我們出的名叫愛吃生蠔 愛吃生蠔 這個你曉得了嗎 一次我帶一箱回來 一箱 整整一箱 老哥今天我帶了生蠔回來 太棒了 來我家 我想沒有二話不說 當場 我想要你自己帶一些啤酒 你想要喝你就喝 對 我就把那個箱子打開裡面 整排 太屌了 一次我就先 因為我很會弄 我一次弄了十顆 很會弄 一次先弄十顆 十顆弄好之後 端上去之後 他坐在客廳 我就端到他前面說 你先課 沒關係 我就課 如果你是主人 如果譬如說我現在 我端過去給你吃 你會怎麼做 妳也 妳是我的兄弟 我沒有當你的兄弟 對不對 Melody 他有一箱 對 那你有一箱 十顆的話 十顆他大概以為是 他在一個人份這樣 對 好 我沒有原則 妳是期待他吃五顆 留給你五顆的意思嗎 不是 你看 我在那邊考 你有沒有很累 我最後有留六顆給他 對 但是有 六顆打不開的 六顆開不了 他開不了了 那六顆是自閉的 自閉的 在那邊 你就是還要再去考 106顆 然後我記得我想說 老師 這根根本來把總是彎的 過來開 過來 生蠔最怕自閉 他怎麼聽人說 這個客家精神真是 黑輪最怕爆胎 對不對 你看看 這個怎麼會自私自利呢 他吃了一百多顆 我一個人只吃六顆 我答案那一箱 他吃了一百顆 對 你不是說十顆嗎 沒有 我們那一箱 我們先開了十顆 我烤到十盤 我烤到十盤 我們家裡面那個桌子 就跟回收廠一樣 然後呢 最後我還是有留給他吃白酒蛤蜊 那很好 對 因為那個蛤蜊放很久 對 他就變成八顆蛤蜊 對 馬力歐 馬力歐 馬力要補什麼 換你要講小鐘哥 你說松哥小氣真的假的 他很大方 其實 其實我必須要幫小鐘哥平反 我們每次出去 十字買單 小鐘哥大概衝八次 對 那很大方 為什麼你們說他小氣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洗刷客家族群的冤屈 對 對 好偉大 然後呢 其實他呢 小鐘哥吃東西 因為我以前同個家族 對 他才會吃 他吃東西是真的比較自私 不是 什麼意思 他東西吃什麼 怎麼說他也吃 沒有 你不了解他 因為我們 十道菜上來 他會一個人先剋掉四道 五道 他會自己先把自己先吃飽 不是 對 他會自己先吃一些那種 因為我們去花博吃生蠔 我們是做沒有桌子 又在自生蠔 自生蠔 然後做八台 因為沒有桌子 桌子的話可以一 二 三 四 或者跟大根那邊 可是做八台的話只能做 那是老師 小鐘哥 我 大根 大根跟我們一起注意 有幫我們拍一些東西 裡面他們在剪 然後東西上一定是上 老大 老二這邊先上 你東西到我這邊基本上 就只剩裝飾了 基本上我跟你講 我會把東西點很多 但是我可以吃很多 我承認 但是大家一定都有吃到 不會有人餓肚子 不會有人餓肚子 那大根怎麼回事 大根 我明白 他說太遠了 說真的 他 不愧 他不愧吃你的東西 我們找他出來 他就已經要偷笑了 對 雲若幫你拍影片 對 雖然講得沒錯 他也是會 我們都會留給他吃 當然 譬如說這一攤 下一攤 譬如說咖啡的 一定是我請大家來去 喝咖啡 吃甜點 你賺得比較多 對 真實在話 對 畢竟大家 因為我們每次都是騎腳踏車 到那個地方 其實那是我的第一餐 第一餐 他可能早餐什麼 你中午已經有吃了 所以他沒那麼餓 我的第二餐 所以我們會比較餓 因為那都是我的第一餐 因為你也知道我半夜兩點 對 我半夜兩點 需要補先生好不好 所以這個感覺就是鐘哥比較 就比較愛吃 他會先吃飽 吃飽他才會 你聽一下美玲她們對不對 部落裡面怎麼樣 美玲 那些自私自利的傢伙 都只想到自己 對 我們部落就是常常 我記得我小時候 就是很難得就會板豆 流水席 我們常常辦那個流水席 可是也很難得 比如說婚商 喜慶都會有板豆 我們就一桌 旁邊都是老人家 我的筷子才要拿起來 我真的說我們真的很愛家人 他就已經準備好打包的袋子 就問你說 還要吃嗎 不要厚 就放著袋子裡 從第一道到第十道 我都沒有出道竄 對 如果你的長輩那個袋子 是隨時準備好 要搜刮桌上來吃 而且重點是 你不知道哪裡來的袋子 都會自備 我快過是自己帶一根長棍的 成人要吃 然後我骨子拿起來 他拿那個大袋子這麼大 原來是 妳要吃嗎 烤肉 妳要不要直接烤肉 直接坐上那個袋子 不要 走囉 直接翻著 他都沒吃到 剛剛瑪莉歐一直挨打 瑪莉歐 我是超節儉的人 我非常節儉 他比他還省 你想你自己是不是 他省到爆 但是我節儉的地方 是我自己 你比潘老師 對 潘老師 他會影響到我的花費習慣 為什麼 為什麼是潘老師 我媽媽影響你的花費習慣 因為外省潘 為什麼要被影響 他我們要出國 我們有計畫 對 我的收入你也知道 我的家庭狀況你也知道 他居然問我說 瑪莉歐 跟我出國的話 都是吃好 做好 我說OK 沒問題 我想要讓老婆OK 他說 他就問我 你會幫你的小孩 買商務艙嗎 我說我瘋了 他才110公分 買什麼商務艙 我懂你意思 那個老潘自己經濟很優渥 他老早就財務自由 可是你還在力爭上游 他處處要你跟他在一個水平 他說商務 你也要跟著他一起商務 他吃鮑魚龍蝦 他也要你跟他一起吃鮑魚龍蝦 對 我沒有 你不要講了 趕快我們還要賺很多錢 沒有 你自己不會講 你每次都投籃這樣 叫我跟你做投籃艙 我就沒辦法 他又會浮雲 他老師很貼心 他就說 那我就算一算 我說到泰國也三個多小時 三小時 我說老師 真的不用 因為我算一下 多8千塊而已 8千塊 不要 8 3 三個人 24 2萬4 2萬4我到泰國 我再去吃好的 去買東西就好 後來最後他妥協 他居然妥協了 他就說 好不好 你每次都出來這樣 掃興 幫我們家 幫我們家三個也做經濟艙 他也做經濟艙 做經濟艙 是不是夠意思 因為他怕經濟艙 做經濟艙 沒有人跟他聊天 怕你怕鬼 怕鬼 你講 趕快講你 去泰國一定要稍微購物一下 購物一下 然後潘老師就說 潘老師就是把我當成治療 媽咧 我幫你介紹 這個可以買 這個什麼 這個眼鏡真的不錯 因為我缺一副太陽眼鏡 這個真的不錯 叫你買東西 吹拜 對 他就說 我一看4千多 我說我要考慮一下 他說什麼 4千多塊 你還要考慮 我說這個真的是有點 超乎我的預算 後來我沒有買 他就不高興 他就覺得說 你出來跟我 跟我潘若堤出來 你還是小假氣 你看他就是吹你 一直拜一下 給你買東西 我已經陪你做經濟艙 你說你省掉2萬多塊 2萬4千塊 那你至少那2萬4千塊 你可以吃好的買好的 我們從來就沒有任何的顧忌 我們怎麼吃 怎麼買 但我們不是誇張那種好幾萬 我們沒有 一雙鞋也不過2、3千 一條褲子也不過2、3千 就是這樣 我叫他買一張4千塊的褲子 那個是人家日本的 4千台幣嗎 設計師款 對 因為台韓日幣跟 不是 泰幣 泰幣 泰幣跟泰幣是一樣的 一樣 他是所以叫我買那個褲子 因為他看上那個 免費的 緊整 有送緊整 不是 因為那個緊整 因為那個緊整只剩一個 他說他要買 老闆說 我不賣 如果你買衣服 我就送你 他要送你 他要送你 後來就說 馬尼歐 這個適合你 馬尼歐買 就 就這一條 就是這一條 這邊有4千塊 這一條4千塊 你看看它資料 它是好牌子的 它不是亂七八糟的 你看牌子還在那邊 沒有 這個士林業是400塊 這什麼牌子 400 這資料摸起來是屬好燒的那一種 不是 有的話4千塊每一條褲子 至少是馬哥可以穿上節目的褲子 他上節目會穿這個褲子 這個褲子 因為這個前面這麼大 這個怎麼穿 沒有 反正後來我買了之後 就是他為了緊整 他為了緊整 然後我買了之後 老闆說 這個給你 然後法老師說 瑪莉歐 你應該不喜歡這個緊整 來這個給我 他應該給他2千塊 那個緊整跟這個 沒有 2千 2千 這條褲子不是4千塊沒錯 但是他是買一送一 所以他又挑了一件 另外2千多塊錢的東西 主要是他這個人又省到一種 我是真的覺得 居然都已經出來玩了 買個千把塊錢的衣服會怎麼樣 那個瑪莉歐有他家裡面的困難 對 但是我有幫他想 他是想給爸爸嗎 你經濟好了 你發達了 你已經上來了 我沒有好過你不要再亂講 我這樣還沒有 你36分之1 你觀念偏差了 你知道嗎 你偏差 重點 重點 好 三位坐下來該別人了 這個他們已經坐掉一集了 對 四分之重點 要控訴的是他老公知名 製作人 我爸爸要去做告解 然後他就在神父面前 神父我想說 我太醉了 等一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支持11點熱炒店YouTube頻道 對 因為我老公也是外省人 對 有個外省潘嗎 我們是外省孫 那我覺得外省人 當然不是大家都是 我老公 我自己覺得我老公在 就外省人這一句 我覺得他是比較偏大爺型的 大爺病 大爺病 大男人 就是比較大爺病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出去 像我們這種客家人 任勞任約 我們就習慣在旁邊當個小樓樓 小秘書 所以訂餐廳 舉飯訂餐廳 或者是去餐廳吃飯 他永遠都會把那個菜單 來 老婆點餐 來 老婆點餐 來 都是我點 你看 是不是我 都是我做 那我也習慣了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兩個人 我覺得客家人跟外省人 在吃飯的邏輯差非常多 我不知道外省潘是不是 就是在點餐的時候 很喜歡叫滿一桌 他覺得這樣才澎湃 要菜一湯 六菜一湯 因為一家人吃飯 對 他一定會叫滿一桌 因為他都業配 不用錢 反正他就 我覺得外省人很喜歡 重面子 所以會叫滿一桌 但是有時候 我們回到家 有時候我們很忙 我們就連外送回來 外送不是都一個袋子嗎 對 他就會把它放在桌上 等一下之後我去看 老公 你怎麼沒有打開給孩子吃 然後他會說 孩子不餓 你點的 你都知道孩子喜歡吃什麼 你打開 然後他就會擺在那裡 而且他客家媳婦真的夠幸福 真的 他太幸福了 他真的像大爺 是不是 客家人 賈斯汀最有研究的 對 聽聽外播的 跟講法 而且剛才給他講了 對 已經錄了40分鐘 他一句話沒講 對面他已經慘了 你這方面有學到客家人 時間也都抓得很緊 你最公平了 你來講講客家人是怎樣 我身為台灣的新住民 我對客家人的印象是 像你剛剛講說 客家的女生 多保守 都傳統 就是比如說 我一個在台北 有一個客家的女生朋友 然後她就是 很活潑什麼 很愛講話 然後就是很樂觀 然後很愛 反正就是很愛講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過年要跟她回去 過年跟她回去的時候 對 不是說不好 她就變得很安靜 男人在講話的時候 女生閉嘴 不止 男生在吃飯的時候 以前 因為我們那天在吃飯的時候 我發現她的阿嬤 不跟我們做同一桌 為什麼 以前客家人的傳統 的確是以夫為天 所以客家人就是男生 男人在吃飯的時候 女人迴避 不上桌嗎 比較會先讓男人吃 阿嬤再吃也沒幾年 對 沒幾年 對 可以讓她先吃嗎 沒有 但是很矛盾 因為我們那一天 我們一直叫阿嬤過來 就阿嬤來吃 阿嬤來吃 然後她還是 她就覺得說 這個已經變成一個習慣了 她就等你們吃完她才吃 對 她反而覺得說 我來 我陪你們吃很不禮貌 那是一個文化 小鐘妳阿嬤也不可以上桌 不會 我阿嬤是坐在主桌的 最中間 最中間 每一個家庭都要 每一個家庭都要 每一個家庭都要做一個 小鐘妳就小鐘阿嬤是坐在桌 沒有 小鐘阿嬤坐在圓桌的中間 在那邊轉 每一個家庭都要 每一個家庭都要 我覺得是每個家庭 因為客家人是最尊重長輩的 長輩第一次坐主桌 長輩上桌之後 我們晚輩才可以上桌 我們甚至小孩子 是不能上桌的 不過賈斯丁這個說法 我是真的聽過 就是 以男生為主 就是說男生吃完 即便你是阿嬤 但是女生 變成是第二批吃 小孩還要輪到第三批 有時候是這樣 但是很傳統 很傳統 而且超尷尬 因為在我美國的文化裡面 我們是 就是大家一起的 大家的食材到 我們才可以一起進行吃 一個人的都沒有到妳還不行 阿嬤一直都不吃 然後我也沒辦法吃 很尷尬 不知道怎麼吃 尷尬 來 美玲 美玲的 謝謝 好 原住民的家人 皇帝不及 即死太監 怎麼說 我只能說我的家人很可愛 我其實在台北生活很多年 我算是已經被社會化的原住民 對 你知道因為我們 就是我爸爸他本身就是一個 我們應該說我們天生浪漫 生活很隨性 然後任何事情都溫溫的隨遇而安 然後雖然肝很硬 對 我們的心都很柔軟的 所以有一次就是我爸爸 有一個外地的朋友來 然後就是 就跟他說 阿伯 那個我真的很需要你的業績 這樣子 我要辦門號 然後他就是二話不說 就給他辦了十個 十個門號 重點是那個年代山上根本沒有收訊 你給我辦十個門號幹嘛 對啊 他再來有一個事情就是 以前古時候 我們在分那個地的時候 可能都是以石頭為界 或是以這棵大樹 就是說我的地 是從這個大樹到那個石頭 然後你的就是從馬路到那邊 這樣子 他們就是用講的就算了 可是現在幾乎就一定要請 地震的來化現 然後一直到我祖母前兩年過世之後 我才發現說我們家有兩筆地 一筆是原住民保留地 一筆我爸爸現在住的那個地方 還是我阿公的名字 我阿公在我出生那一年就過世了 還是阿公的名字 對 還是阿公的名字 那我阿公 所以那個地你要辦的話 你就必須得經過他下面的 好厲害 就是我看馬的兄弟姐妹 因為王者 王者王陰弟 他叫胡弟 像什麼陰弟 就是我們現在住的那個地方 是阿公的名字 那就變得說 就是爸爸的兄弟姐妹 然後如果說他的同輩過世的話 他下面的兄弟姐妹 就是他的子女們都要拿出硬件 那硬件又有時效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好啦 你們沒空 就我一個台北的罪嫌 一個一個打電話 爸爸五個兄弟姐妹 除了我爸的 我爸的我很好搞定 然後有一個表哥他又中風 在床上 他的硬件不能拿 就必須要有一個什麼法律代理人 反正就很複雜 我好不容易真的要齊了 所有人的硬件 你只要去拿 我連文件都已經去 地震事務所弄好了 我就跟我弟說 你就去拿到之後 硬件只是蓋髒 就集合 然後讓他們蓋這樣子 就只要去走這個程序就好 我很忙 我有空 我說可是這個很急 這有時效 所以三個月就過了 你一定要從頭開始 妳要處理陰弟的事情 對 福弟 然後 然後就過一陣子 他又跟我說 我真的很忙 我上班沒有辦法去 然後三個月時間到了 現在就放在那邊 然後跟我沒有關係 跟我沒有關係 我住在台北 然後我要去新竹 去處理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天啊 你們都不急 以後爸爸沒有地方住怎麼辦 沒有關係 以後的事情 以後再說 對 不能這樣子 也太水性了吧 反正有地方住 即便是土石流 土石流就是房子都沒了 他還可以跟你說 沒關係 現在人還在就好 對 你看 太樂觀了 太樂觀了 發展到現在 到底處理好了沒 還沒 還沒 到現在還沒好 就還在那邊 然後最後就變國家的 對 對 來 阿布 阿布 我們要分享的是 九號荒唐事多 妳 好 這是幾年前我奶奶過世 然後難過 真的很難過 然後因為家裡是天主教 那我們會辦那種彌撒 然後神父就會到家裡 然後跟每一個家人 就說 你有什麼事情想要跟天主告解 就是跟他說一下 然後讓奶奶在天之靈之道 然後呢 就是那一天辦彌撒的時候 然後我爸爸要去做告解 那時候他已經好醉了 喝好多了 然後那個他就在神父面前 然後就跟神父 神父問他說 怎麼了你想要告解什麼 然後他就這樣 我爸就這樣 神父 我想說 我太醉了 你為什麼現在不笑 不是 好醉的醉 是他醉的醉 其實原住民也有不好笑 有 可是真的很好笑 當下就是大家親戚都在 然後我爸真的是醉到 要躺進去冰櫃跟奶奶說 奶奶 我要拿保利打獎 這是太醉了 沒搞清楚狀況 對 所以就很荒唐 對 我跟你講 客家人有目標一定會做到 他在三年之內 學會西班牙文 學會西班牙舞蹈 要當兵的那一天 台灣政府派他去南美洲 T大義 我就要T大義 厲害 很勵志 很勵志 小心 客家人很聰明 怎麼說 你又是個分子 怎麼說 賈斯汀 我跟你講 我很愛炫耀我一個客家的朋友 怎麼樣 非常好的朋友 很優秀 然後我們去上大學的時候認識他 我們一起玩音樂 然後我們就變成室友 然後我記得他有一天 他在煩惱當兵的事情 他說我很不想當兵 感覺浪費時間了 然後怎麼辦 我說 你不是還有三年時間嗎 他說對 但我現在就要開始想辦法 我跟你講 客家人有目標 一定會做到 他很強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怎麼做 怎麼做 我隔天回家的時候 我發現家庭 家裡裡面所有的家具 所有的物品都貼了一個紙卡 每一個都有西班牙語的字 就比如說這邊西衣機 就說西班牙文的西衣機床 客廳什麼 都是單字 都有寫 我跟你講 他在三年之內 這個客家人 學會西班牙文 學會西班牙舞蹈 教我西班牙女朋友 西班牙女朋友 要當兵的那一天 台灣政府派她去南美洲 好會大 因為南美洲講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對 國家地帶語 厲害 很勵志 很開心 厲害 他當兵就等於說 送你到國外去 旅遊 早上班 早下班 沒有什麼整天在那裡 這個故事比阿布的好多 對 對 對 有時候不好笑是一個效果 身為本群組的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驕傲 今天大家都準備好 要來分享吃喝玩樂 來 怎麼吃 怎麼走 怎麼玩 我們現在來看 來 我們上人桌 來 謝謝 太豐盛了 所有主題的代表菜都在這裡 太豐盛了 鍾哥來 先介紹你的 我跟你講這一家是非常有名的 一家客家餐廳 它是創意料理 東方 這個 東粉 東粉 蜜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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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客家人是米粉都用炒的 這個湯的米粉特別厲害 米粉 它這麼厲害 它都用芋頭 芋頭 所以芋頭整個融在湯汁裡面 稠稠的 對 稠稠的 所以它味道湯頭特別特別地爆 而且加上它裡面用魚骨 還有魚肉 所以特別地鮮甜 真的好吃 還有客家 這個我們有什麼 蔥油來 油雞 油雞 客家透過的水有名 客家透過的水有名 對 來吃一下 這個 而且客家有去一定要 你要蘸那個雞醬 雞醬 雞醬 一定要蘸雞醬 自己來 沒關係 雞醬 大家不要客氣 對 它的雞醬裡面有什麼東西 就是 裡面有雞肉 有雞醬 除了雞醬 雞醬 雞肉的雞油 對 還有雞油 這個醬有一點檸檬還是柑橘 有檸檬的 它跟醬油也好吃 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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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金橘 美麟帶來什麼 我今天帶來的是 我們的鹹豬肉炒飯 因為古時候 我們食物很不好保存 像阿美族的話 他們就洗腦 他們就是很單純的鹽巴就是醃肉 然後我們的話是有加米飯 然後你可以加這個辣椒 這個辣椒是 我阿姨自己做的 通常原住民做的辣椒 它就是很單純 就只有米酒 鹽巴 有 米酒跟鹽巴 然後也是 就是 有利於它的那個 妳這個辣椒中了老兵的口味 來 快來喝辣椒 真的嗎 可以直接咬的 不會太辣 我們都是直接一根 我也是 配一口罐 然後直接一根這樣吃 我的辣椒夠辣 對 珊豬皮吃一下 或者是瓜瓜的罐子 珊豬皮 珊豬皮 還有啤酒 要啤酒 啤酒了 爽啤酒 謝謝 爽啤酒 珊豬皮 都好適合拍的酒 厲害 老師 馬力歐 馬哥在什麼 現在換我們外省 厲害了 外省的 外省其實不外乎就是一些滷味 對 這一家也是我跟康老師非常喜歡的 我們先從水餃開始 水餃 皮是自己擀的 不是用機器 你自己做 自己自己做 店家做 再來是滷味 這滷味 瓜瓜老師最中情這個 牛肉 你們吃一下 我跟你講 這個牛肉你吃了之後 真的好吃 這個牛肉你要開始 你所有的東西都會砸掉 真的 確定嗎 你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牛肉 你現在吃 這牛肉真的好吃 相信我 你可以做 這一家牛肉 它是個老眷村的伯伯做 這牛肉好厲害 是不是 我以為會很乾 不會 很濕 這個花乾 還有這個豆皮 好 都是 你們講了這麼多好吃的 我帶你們去玩 真的好 好 有什麼都有吃到了嗎 那我打擾你 然後今年2023 世界客家博覽會 世界客家博覽會 它在桃園舉辦 然後這個博覽會 其實已經變成是國際性的了 它這一次是全球 第一次是用客家文化 整個進行導覽 然後當然這個活動 其實在8月11號就開始了 很厲害 但大家不用急 因為現在暑假 我們媽媽們都要帶孩子 現在好熱 我們不會像潘老師一樣 跳蟲雕 太太好了 我們裡面都有冷氣吹 外面晚上都會有光雕秀 非常大 非常大 很大的展場 然後 你看 它整個的展場 整個展覽的主題 就是用客語 天公寧 天公寧就是明天 明天 明天 光的概念 就是天公寧家客家 這種主題去發揚光大 然後這個活動其實展到10月15號 滿長的 一直到10月15號 大家都可以到桃園去看 這種國際性的大型展覽活動 而且它的展區有很多區 非常多 你可以看各大展區 都有各種不同的主題 那很厲害 這一定要去 這個一定要去 因為它這個裡面 真的 它就有兩大的主展館 八大的副展館 17個地方的衛星展館 所以你白天玩到晚上 外面還有光雕秀 玩不玩 然後還有非常多 像如果你是文青 愛吃的 其實都在裡面 都有農夫市集 所有好吃的市集 看起來太棒了 太厲害了 真的是媲美 這是把哈嘎的文化走向世界 也讓所有全球各地的人 知道我們客家人 因為我們客家人 對 我們客家人就是 到哪裡去 很好玩 我已經計畫要去了 我聽說那邊也有很多 很有名的客家歌手 也會表演 對 客家歌手表演 是不是有那個主展區 對 像他們這個 最重要這個世界館 這世界館裡面就有四大展區 序曲 世界客家 點亮世界 攜手前行 這四大展區 其實就是讓所有人 都可以更了解我們哈嘎尼 對 我們哈嘎尼 然後這一次的主視覺 我覺得特別厲害 他邀請到的是2020 在東京奧運藝術家 爺老潮雄 他親自操刀的 這個好厲害 5G義式 這個真的是義式家 然後整個展覽是5G的科技 大家就是用 因為現在大家去看展覽 都是這種沈浸式的 是 沈浸式的體驗 就深光 然後你走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當年我們客家人的歷史 我們親近到這邊 我們是怎麼樣跟其他的 原住民 閩南人 我們是怎麼樣文化 然後相處的 你看 很漂亮 好美 你看 怎麼那麼漂亮 這是世界級的 你說國際的 應該也會有各國的客家人 也會來看 都會聚集在這邊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盛市 這邊非常大 就跟世伯一樣 世界博覽會議 你看 全部的在這邊 全部聚集在這裡 然後裡面當然還有豬仔錢 大家也知道馬來西亞 也有客家人 有 全部都會看得到 新加坡 印尼都有 新加坡都有 一般都是客家人 對 臉下唯一都有客家人 全世界都有客家人 我們客家人到哪裡 都可以生存嗎 還有台灣館 裡面還有台灣館 台灣館其實裡面就是 14個縣市 它就是表現出客家人 到台灣的各個城市 到了這個土地之後 我們各自發展出的文化 裡面很厲害 有AI機器 它有那麼厲害 它就是幫助大家做導覽 就算你的小朋友很小 你都可以聽得懂 這個導覽裡面 在做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不用等到10月15號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鎖定2023世界客家博覽會 是 這一次還有邀請到姐妹室 來自於千葉的調子室 他們有一個跳躍的太鼓團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那個團 一堆人 很磅礡 對 就是你們三位 不是 跟你們完全不要講 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這種很磅礡 然後很熱鬧 很節慶感 都可以在裡面 然後我覺得大家其實現在 就可以下載這個手機的LINE 這個手機的LINE叫 智慧桃園遊的APP 智慧桃園遊 就整個展覽非常的大 你先下載APP 裡面的AR 導引 導引 都在裡面 可以360度 這個環境 對 360度 大家就會更清楚明瞭 好棒 然後裡面當然還有一些紀念品 大家都可以搜刮 好好的去玩 大家都可以去玩 而且你現在 你現在只要做那個淘機 那個那個 馬上到 很方便 機節 而且它有一日票券 一日是One Pass 就是你一日可以到好幾上 因為它有好幾個展具 你可以在不同的點 下車去玩 好厲害 對 因為我已經搶先去玩 對 他先去玩 對 他先去玩 沒有 太值得一走 你是買單層的嗎 還是雙層的 我是買雙層的 雙層的 我要回家 而且它附近 它附近還有很多客家的店家 好吃的美食 所以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玩 不同的文化真的很值得分享 像Jason他之前也有去 去瞭解一下 我們剛剛講到很多好吃的 繼續吃 繼續吃 那你講你的沒關係 可以 其實這兩張照片也是剛好 跟美玲姐一樣 泰雅組的某個部落 這個時候我們是去抓那種酷花語 好厲害 對 也是去體驗到這個 然後我們苦花語是做你們 天啊 你用劍射 對 你是自己做的那個劍 就他們那邊有做 然後我自己射 傳統的 對 傳統的 然後我們是去做很像 很像去做那個鹹豬肉 你這個溪好像你們去的那個 那個花蓮麵 沒有 差很多 那個溪 花蓮麵 你看那個熱骨跟那個勇褲 就知道嗎 一旦 對 這個以前 我看你二多久 對 好高 我喝到現在了 你多吃一點 Justin 你多吃一點 我現在才有得吃 我多吃一點 現在 西洋20拿走的照片 對不對 我跟你講 蜂窩是幹嘛的 這個蜂窩 是我們回部落的時候 在台東的部落 要過豐年紀 我們在外面有一個板得 然後東西沒有很多 就簡單吃 等一下要跳豐年紀 就餓成這樣 剛好在哲養吃一個葡萄藤 在哲養 然後我們旁邊一個大哥 我們大家就在那邊 看那個虎頭蜂窩 我們就覺得 那是虎頭蜂窩 就 某一個蜂 對 某一個蜂 有沒有很糊的頭 那個可能是人來蜂 人來蜂 對 反正就是會釘得很厲害 真的 沒有 他們四個都人來蜂 可怕 他很厲害 我們本來大家都很怕 然後他就站起來 把他趕走 拿筷子 把那個蜂窩這樣 吃 我還有一件 這個怎麼吃 怎麼咬 還好這算小的 你看 對 他整個東西吃光了 這樣夾下來吃 各個蜂蕉 各個不同的群組 都有各自很可愛的地方 互相要尊重 包容 所以我們可以互相學習 OK 最後阿山呼籲我們 很多原住民的朋友 那個還沒有葬兩個地 趕快去量一下 對 對 千萬不要跟一隻眼力一過不去 好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